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希望这个市场有回调 这样我们才可以逢低再次的做多 因为之前我就有提到了这个做多的一些机会 然后现在是做空 那如果你有看了我的影片 获得了做空的机会盈利中的 记得帮我的这个影片点赞 还有分享出去好不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到底接下来的这个空单 能不能继续报警警 它会跌到什么位置 然后我们在什么位置可以找做多的机会呢 我们马上去看 好首先我们来看比特币的4小时图 那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形态 也是告诉大家它是一个看跌的形态 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 我就说比特币真的是太给力了 完全按照我的预测去走 那你看我之前其实是在2月8号的时候 我就有画了这样的一张图 那我就告诉我的会员呢 他会这样的去走很大概率 所以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已经有开单了 好这个是VIP的带单群 我们有两个群 一个是普通的会员群 还有一个是VIP的带单群 这个是我团队的带单 做空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也是有拿到支援了 而我自己本身呢 在这一个回踩的时候 其实都有给了这个空单 那在VIP群里面 如果说在这里没有做到空 这里没有做到空 跌破的时候也有很多会问我可以做空吗 所以我都会给策略 你可以看得到我给了二选一的策略 主要还是看自己的心态 那这个策略就是高风险呢 是他跌破了喇叭形态回测 去测试这个主力支撑互换位的时候 开这个空 那还有就是跌破的时候做空 目前呢都已经是指引二了 要恭喜我的VIP们 好你在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还有这里开的空单 都可以抱紧紧的 但我是建议你在这里先拿部分的盈利 那我还是一样都是以看空为主 目前整体的走势 其实他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形态是一个反转的形态 现在的下跌的回调 其实我觉得是都在预测之内的啊 因为上涨了这么多 总要有一些回调嘛 只是说回调会到什么位置 好我们下来看比特币的天图 那在这个天图需要去关注的位置 我也提了很多次哦 就是在这一个位置 那目前是还没有到这个位置的 我们要去留意 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的走势 只要他是没有回到去22500的上方 只要没有回去 基本上继续下跌的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 除非他可以回去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 其实测试的这个支撑都很多次了 然后在今天的早上三点的时候 他就已经跌破了 那接下来如果他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去测试 就可以留意 有没有这个做空的机会 如果你手上没有空单 现在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一些支撑位 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哦 在支撑的位置都没有任何的做多信号 千万就不要进这个多单 我们还可以等更好的机会再进行这个操作 所以空单是可以继续的报警金 只是说到了这些位置你要拿部分的盈利 就是在21400 20600 然后还有就是18400 除了这些重要的支撑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还有Fibonacci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从底部的位置拉到顶部 那你可以去注意这个0.618的位置 就是在18829 那接下来的空单你都可以继续的拿着 然后设置止损在你的进场价位 我们就看接下来的比特币回调会到多少 所以你可以密切的去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得到第一消息的这个影片通知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注意这一些支撑位 然后去找这一些操作的机会 我们现在去看仪台 你可以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币安BuyBuyBuyGap helpingX的账号 有很高的充值福利还有20%的返现 现在还有抽奖活动和送出iPad 好来到这个社群你可以看得到 2月份的BuyBuy和你期待你飞送iPad活动 只需入金100U 或是你之前已经有使用我的链接了 你有正在交易的也可以赢取iPad哦 3月份我会公布这个幸运额 而每周的这个抽奖活动你也可以去注意哦 每周100U三个人 条件非常简单 使用任何的平台使用我的链接 只要你有入境进行交易一周 其实就可以参与了 那我会在明天2月11号的时候在这里公布 所以大家密切的去关注我的这个 YouTube频道的社群 我们马上去看仪台 好我们下来看仪台币的4小时图 真的非常快乐 因为我之前就提到了 在这个位置是很好做空的 如果你之前有看我的影片 然后恭喜你获得了这么漂亮的这一波盈利哦 现在的盈利是高达10%啊 171点哦 非常漂亮 现在的这个空单可以继续拿着吗 当然可以哦 记得就是要报紧紧的啊 报到什么位置呢 接下来的这个以太 如果说还是跌破了 接下来继续的下跌 那你还可以拿到1360这个位置 所以这一张空单记得要把盈利最大化就可以报紧紧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去拿你部分的盈利 目前这个位置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是之前的一个支撑未来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去拿部分的盈利 那接下来的这个以太 如果他是有回调哦 就是有一些反弹呢 你还可以去加仓 就比如说他下跌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 接下来没有突破回到去上方 继续的下跌 那你还可以在这里加仓 如果你是没有空单呢 你都可以在这里去找这个做空的机会哦 所以要密切的去留意他接下来的这个走势 如果你是没有空单 跌破的时候可以去做空吗 也是可以的哦 把你的止损设置好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以太币的一个分析 以太币和比特币现在呢 都是非常的接近很重要的支撑位了 所以我们要去注意 有没有一些做多的信号 以目前的走势来看都还是比较偏向于空为主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有没有做空的机会 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做多的信号 你去对冲去接多也是可以的 目前来看是没有哦 比特币和以太币还没有看到任何做多的这个 很强烈的一些做多信号 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的观察 好那我影片分析就到这里了 再次恭喜大家做空盈利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就是点赞这个影片哦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是有什么样的 是有很高的 我有点感觉 是有什么样的 是有什么样的